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年轻人骑着自行车上班不是挺好的吗 既锻炼了身体又节约了钱 你爸爸一辈子都这样 为什么你就不能向你爸爸学习呢 都二十一世纪了 还骑自行车上班 自己开车多方便 我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再说 开车最少比骑车快一倍 可以节约二分之一的时间 您知道吗 时间就是生命 时间就是金钱 就是二十一世纪 生活也得艰苦朴素 也得勤俭过日子 大家都艰苦朴素 国家生产的汽车怎么办 都让他们在那摆着 经济怎么发展 买汽车是有钱人的事 我和你爸爸都没钱 你什么时候挣够了钱 什么时候再买汽车 您别管 我自己会想办法 你还能想出什么办法呢 告诉你 你可别想着我们的那点钱啊 那是我和你爸爸一辈子的积蓄 您放心吧 您的钱我一分也不要 我想好了 等我工作以后 我就去向银行贷款 贷款买车 你疯了 妈 现在贷款买车的人越来越多了 妈 开始工作以后 我就要买汽车 什么 你现在还没开始工作 就想买汽车 真不知道你每天都在想些什么 这跟工作没关系 怎么没关系 年轻人骑着自行车上班不是挺好的吗 既锻炼了身体又节约了钱 你爸爸一辈子都这样 为什么你就不能向你爸爸学习呢 都二十一世纪了 还骑自行车上班 自己开车多方便 我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再说 开车最少比骑车快一倍 可以节约二分之一的时间 您知道吗 时间就是生命 时间就是金钱 就是二十一世纪 生活也得艰苦朴素 也得勤俭过日子 大家都艰苦朴素 国家生产的汽车怎么办 都让他们在那摆着 经济怎么发展 买汽车是有钱人的事 我和你爸爸都没钱 你什么时候挣够了钱 什么时候再买汽车 您别管 我自己会想办法 你还能想出什么办法来 告诉你 你可别想着我们的那点钱啊 那是我和你爸爸一辈子的积蓄 您放心吧 您的钱我一分也不要 我想好了 等我工作以后 我就去向银行贷款 贷款买车 你疯了 妈 现在贷款买车的人越来越多了 贷款不就是借债吗 你为买车借债 这就是你想的好办法 对啊 我告诉你 不行 绝对不行 为什么不行呢 我这辈子 一次债都没有借过 就是过去困难的时候 没钱买米 我也不借债 你不能给我丢人 我向银行贷款 按时还钱 这怎么是丢人呢 你都借钱过日子了 还不丢人 再说 银行怎么会借给你钱 这您就不了解了 你以为 谁想借银行的钱 谁就能借到 银行的钱 只借给两种人 哪两种人 一种是有钱人 一种是有钱人 你说什么 有钱人还借债 对 另一种是有信用的人 你不能算第一种人 你不能算第一种人吧 对 我不是第一种人 可我是第二种人 你有信用 你的信用在哪儿 您听我说 您听我说 我工作以后 有了稳定的收入 这就开始有了信用 我先付车款的十分之一 或者五分之一 其余的向银行贷款 汽车 我先开着 贷款 我慢慢地还着 每年还 百分之十 或二十 几年以后 我把钱还完了 车就是我的了 我先借了钱 又按时还了钱 我的信用 也就越来越高了 那时候 我又该换新车了 我再向银行 借更多的钱 买更好的车 我不但要借钱买车 而且还要借钱买房子 借钱去旅游 借钱去 这叫提高信用啊 我看你在说梦话 您不知道 在商品经济时代 信用就是这样建立的 跟您这么说吧 一辈子不借钱的人 我认为他最有信用 不对 他一点信用也没有 妈 您老的观念 跟不上时代了 得变一变了 您要学会 花明天的钱 实现今天的梦 这对国家 对个人 都有好处 你爱怎么做 就怎么做 我不管 让我借债来享受生活 我做不到 贷款不就是借债吗 你为买车借债 这就是你想的好办法 对啊 我告诉你 不行 绝对不行 为什么不行呢 我这辈子 一次债都没有借过 就是过去困难的时候 没钱买米 我也不借债 你不能给我丢人 我向银行贷款 按时还钱 这怎么是丢人呢 你都借钱过日子了 还不丢人 再说 银行怎么会借给你钱 这您就不了解了 你以为 谁想借银行的钱 谁就能借到 银行的钱 只借给两种人 哪两种人 一种是有钱人 你说什么 有钱人还借债 对 另一种是有信用的人 你不能算第一种人吧 对 我不是第一种人 可我是第二种人 你有信用 你的信用在哪儿 您听我说 我工作以后 有了稳定的收入 这就开始有了信用 我先付车款的十分之一 或者五分之一 其余的 向银行贷款 汽车 我先开着 贷款 我慢慢的还着 每年还 百分之十 百分之十 或二十 几年以后 我把钱还完了 车就是我的了 我先借了钱 又按时还了钱 我的信用 也就越来越高了 那时候 我又该换新车了 我再向银行借更多的钱 买更好的车 我不但要借钱买车 而且还要借钱买房子 借钱去旅游 借钱去 这叫提高信用啊 我看你在说梦话 您不知道 在商品经济时代 信用就是这样建立的 跟您这么说吧 一辈子不借钱的人 我认为 他最有信用 不对 他一点信用也没有 妈 您老的观念 跟不上时代了 得变一变了 您要学会 花明天的钱 实现今天的梦 这对国家 对个人 都有好处 你爱怎么做 就怎么做 我不管 让我借债来享受生活 我做不到